Hello 大家好 我是Kelly 好久不見 我今天呢 要分享的是 Day to night的妝容 就是可能白天你出去可以怎麼化妝 上學 上課 補習 上班 那種比較清淡的妝 然後 tonight 就是晚上你要出去party 朋友慶生 你要去一家好的餐廳吃飯 你想要看起來比較 比較隆重 比較漂亮的話 要怎麼樣轉換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呢 我主要想要分享的是 這個新的眼影盤 它是Maybelline出的新的眼影盤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看到這個眼影盤的第一眼印象一不一樣 我第一眼看到這個眼影盤的時候覺得很像Urban Decay的眼影盤 真的很像 然後價格當然是差太多了 Urban Decay真的太貴 我覺得 對學生來說Urban Decay有點像是奢侈品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學生 你是上班族 你預算沒有這麼的多 你可以試試看這塊眼影盤 我今天就是要用這個眼影盤來分享 所以我想從白天比較簡單的妝到晚上 可能你想要比較 呃 夜歷一點的妝 都可以用這個眼影盤來達正 我現在呢 底妝已經畫好了 我要直接來上我們的這個 眼影盤 一般來說 呃 對於新手來說 你們可以用的顏色其實這一 這一塊很多 因為它的顏色不是很誇張的顏色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應該可以看的蠻清楚 它並不是很誇張的顏色 它 呃 都以淺色系 就是簡單大地色系為主 我覺得這個有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出國只要帶這一盤就好 為什麼 因為它的 呃 這兩 這個顏色 或是這個顏色 它現在有點色差的問題 就是這個顏色 這兩顏色 是可以拿來當作眉粉的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燭光 它有些有帶燭光 有些沒有帶燭光 所以就如果你今天出國 你要去日本玩 去哪裡玩 你不想要 呃 提這麼多東西 就是你還要帶什麼眼影什麼眉粉 太麻煩的話 你可以就帶這一盒 就 很方便 這個 漂亮的金色 我很喜歡這一款的顏色 因為 它這個金色 上起來的樣子 看得到嗎 看得到齁 這裡 很漂亮嗎 它是 呃 很 很 很 可以很容易進入到膚色裡面的金色 它是 我化妝很喜歡用這種金色 當我的底色 我覺得上起來的眼妝會很漂亮 現在這樣的顏色還蠻接近它真實的顏色 OK 那我們就快點開始 呃 首先呢 我現在要畫的是比較白天的妝 所以我選的顏色 都會是你在 呃 這個眼影盤裡面看到比較淡的顏色 OK 我現在想要先用的是 這一個 這一個呢 它 我不知道 這一個呢 這樣應該還蠻清楚 它是微微有點顏色 帶一點點燭光 就沒有這個這麼的亮 它是比較 呃 自然的顏色 我上眼看 直接 我直接用刷子沾 然後 看到嗎 有一個 淡淡的亮 白天如果上學 然後想要 比較 低調 那我不想要畫很濃的妝的話 我自己的底色都會像這種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的顏色 我把它拉近給你們看 那上一次給你們看 我用的是這一個 然後 你可以看到淡淡的光對不對 就是 它真的是很自然的顏色 像我 呃 之前 上學會上這顏色 有沒有 它會 會讓你眼睛變得亮亮的 很有精神 可是 就你稍微這樣往下看的時候 會覺得 欸 好像它眼睛 一點點亮亮的 可是 不會覺得很誇張 我覺得大學生 如果你今天是要走一個很自然的路線 那 我真的覺得這個 這個顏色是 很棒的顏色 因為這個顏色它不會很誇張 我知道很多人覺得眼影很難上 是因為 有時候你把它暈開的時候 會覺得上到後面 覺得 哇賽 就是 怎麼那麼大 怎麼那麼寬啊 什麼的 可是這個顏色就不會 喔 然後啊 我自己是都會 上到眼窩 就是 蠻上面的地方 因為 我喜歡我的眼窩 都亮亮的 好 Mavely的光光跟我說啊 它這邊是12個顏色嘛 可以創造出13種以上的妝容畫法 我光是這樣看 我就覺得 我可以想出大概 20種的吧 拜託 這樣看得到吧 就亮亮的感覺 就是我已經上過的眼影 好 那我接下來要上的顏色呢 是旁邊的這一個 這一個 它是屬於比較淡的眼影 它是有點像 Urban Decay裡面 我很喜歡用的一個顏色叫 那我現在要上的地方呢 是你眼睛這樣 稍微 把眉毛抬起來 然後 這樣壓你的眼睛 眼窩 會在這裡 就是你再下去就是 凹進去了 就這裡 我要上在 那邊 我來把另外一邊 補上去 有不一樣吧 現在應該會覺得我眼神 還蠻亮的 你這樣子看別人的時候 會覺得你眼皮好像淡淡的有東西 但是又 沒有很明顯 我還蠻喜歡這種 就是好像有上妝 又好像沒有上妝的感覺 因為雖然看起來沒有上妝 但是會讓你氣色看起來 變得好很多 接下來呢 就拿出你們自己慣用的眼線液 然後把 眼睛中間的空洞填滿 我現在已經把我的內眼線補完了 我現在已經把我的內眼線補完了 就是基本上你們就是 用自己慣用的就好 沒有要特意的牌子 然後 我覺得現在這樣 就已經跟一開始 稍微比較無神的 那種感覺差很多 現在就已經 感覺蠻有精神的吧 然後 我跟你講 男生一定沒有辦法分辨你今天 就是做了什麼東西 他們只會覺得印加好像蠻有神的 我覺得啦 因為他們 通常 判斷一個女生有沒有化妝 都是 一看他眼睛上有沒有一片很深的東西 二 就是眼線有沒有很高 就像我平常畫的那種很高的眼線 但是呢 我雖然眼睛現在上面沒有很重的顏色 但是看起來還蠻有精神的 我平常白天很多時候去學校上課都是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要來擦唇膏 我用的是 Maybelline的 這一支唇膏 色號是 Matte12 應該是叫做粉紅香檳 它是一個 就是比較裸的顏色 我現在上上去給你們看 我很喜歡這支唇膏的顏色耶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很自然 就是 喔對你們應該有發現這個唇膏不太一樣 對它是 呃霧面的唇膏 然後 我個人 非常喜歡霧面的唇膏 因為 我不知道耶 有時候我覺得 你今天妝感沒有很重 就是你眼妝很淡的時候 上一個 很油很亮的唇膏 我會覺得 不是我的 不是我喜歡的樣子啦 Maybelline寄了一些這種霧面的 算是 它叫做純粹 給我之後 我就覺得 真的很好用 你看 看起來很自然吧 然後它是霧面 但是它不會 不會瘋 好那接下來呢 就要分享的是 晚上的妝該怎麼辦 我以前也還蠻懶惰 就是想說 晚上為什麼還要再重新化一新的妝 我不能用這個妝嗎 但後來我發現 你跟別人出去拍照的時候 就是你站很遠 然後你妝很淡 你臉會變很大 就如果你是在晚上 然後別人用閃光燈啊什麼的 你就會整個人 就臉型會變得很大 因為你沒有 怎麼講 就是說你的臉沒有什麼深度 我想要先來改變眼影的顏色 想要用的顏色呢 是這個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古銅金色 然後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種 古銅金 淺金色 亮金色 任何金色我都很喜歡 好 所以呢 我現在就直接沾這個顏色 然後呢 我要從後面開始往前疊 對 這對新手來說 會比較好上 我覺得有很大的一個幫助是 嗯 Day to night的時候 你白天的眼妝 真的不要太 顏色不要太重 這樣的話 你晚上 如果你帶這盒出去的話 不管 什麼顏色 就只要比較重的 你壓上去都會很簡單 就是不會覺得 顏色怎麼混在一起很髒這樣 這個古銅金色 我想要一沾一點點 然後我想要混上面的這個 一點點的這種 比較深的顏色 我要上在我的下眼影 後三分之一 我發現 晚上出去玩的時候 我發現有下眼影 跟沒有下眼影差很多 我就是 眼睛大小 拍照就是 立馬顯現 喜歡把眉毛 就是 中間再加濃一點 我會用它本來附的棒子 然後沾這個 這個顏色 它是很適合拿來當 眉粉的 顏色 因為它很淡 但是 上上去又會有效 你可以稍微 往前把它暈開 製造出那個 鼻影的感覺 那我來換唇膏啦 因為 就是你看我現在這個顏色 是不是覺得有點 太淡了 雖然真的很好看 12 Matte 12很好看 但是我現在要換成一個比較 亮一點點的顏色 可以跟我的眼妝 跟我晚上要出去的outfit 就是搭配 就是這個顏色 有沒有 看起來就比較強眼一點 這個顏色它色號是 Matte 2 叫做蕾絲襯裙 然後 我真的很喜歡 那種 霧面的唇膏欸 好 我現在上給你們看 我覺得很好看 就不會很誇張 但是 顏色很亮 你不覺得我剛剛就這樣上一下 然後這樣 抿開它顏色會整個這樣 很滑順的被推開 我個人是真的很喜歡這個唇膏 就是霧面的這個 所以 如果你們有機會可以再開架試到這一支的話 就是一定要去試 我沒有叫你們一定要買 但是 試過之後 相信我就是 我自己都還蠻喜歡的 再來就是睫毛 你有沒有覺得我眼睛這樣很空洞 我需要 睫毛 所以呢 我要用的是這支 Big Eyes Barbie 就是Barbie的睫毛膏 霜頭的設計 就是 它一邊呢 是 白色 就是有沒有看到纖維這種 白色 然後 一邊呢 是 就是 我們一般這種 黑色 的刷頭 所以它是要打造出一個 Barbie的 睫毛 上的方式呢 是 黑色 白色 然後再黑色 就是 不要顛倒 我雖然沒有很會刷睫毛 但是整個睫毛就是 完全 你這樣看就會知道差很多 趁黑色還沒有乾之前 我們要趕快把這個纖維加上去 再用一次黑色這邊 把它刷上去 看 它很容易把睫毛挑起來耶 像這樣 嗚呼 趁黑色還沒乾之前 趕快白色出現 其實你不一定只可以 黑白 黑 黑白 就是 但是白色一定要夾在中間 像我平常出去玩 就是如果是要去比較hyper的地方玩的話 我就會覺得 呃 有這樣的眼妝 然後 你可以再刷下睫毛或什麼的 現在覺得我眼睛還蠻大的 就是在遠方也不會覺得眼睛有那種被吃掉的感覺吧 耶 來統整一下 我覺得白天的妝我喜歡比較 裸一點的妝 那裸一點的妝呢 對我來說 呃 大地色系的原因 就是很必備 它都是 大地色系很多 然後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超級hyper party的話 你可以再用這種 比較重的顏色 我覺得是 呃 更不一樣的感覺 晚上的話 我覺得 呃 眼睛的 放大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晚上會拍照 你會 在很黑暗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很搶眼的話 眼睛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 呃 像這個 Barbie的睫毛膏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耶 因為我真的不是一個很會上睫毛膏的人 但是 這一支我覺得還蠻簡單 然後 也沒有太多 糾結 就是 叫什麼 很小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欸很好上 就是 黑白黑嘛 就是 白色一定要被夾在中間 然後 呃 晚上的話 你稍微把眼影加中 我自己都會弄那個 呃 叫什麼 眉 鼻影 但是我很懶得 再帶一個 眉粉盒出去 我覺得 我現在覺得這真的還不錯 就是 它已經幫你把 呃 很適合當眉粉的 都放在裡面 對 我覺得還不錯啊 就是 我跟剛剛一開始的day 應該差蠻多吧 我現在是一個 完全night的感覺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 呃 所有的產品資訊 如果 你有點不清楚我 說的是什麼東西 或是什麼型號 我都會把它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你們可以點開 然後 裡面都有所有的連結 好 雖然現在天氣天 看起來很亮 但是我住 Pittsburgh這邊是晚上8點9點才天安 所以 現在其實 已經下午了 所以 等一下晚上我就可以 頂著這個妝 出去玩 所以 呃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然後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